大家好,我是武艺帐篷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我们喉咙的方法 像经常的说话,嗓子发干,咳嗽,出门的嗓子不舒服的都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 下面大家可以认真的来学习 点赞,收藏,分享给有需要的家人们 我们把两个手指轻轻的放在你的喉解稍微偏下一点点 用你的大拇指和食指放在这里,轻轻的捏在这里,慢慢的按揉 像旋上下旋都可以,轻轻的自己或者上下动都行 轻轻的按揉 然后按揉到你的喉解会这个地方越来越舒服 而且感受到你的喉咙发紧发干的会放松 还能感受到喉咙里面的筋液会增加 说明了你整个人的做对了 而且你在按揉的过程中呢,会感受到你的嘴里面的筋液也会慢慢的增加的 做这个呢,大家可以把舌尖抵着上额,闭上嘴慢慢去做 做一会儿呢,你就感觉到嘴里面都是筋液,头领面湿润的 那我们要把嘴里面的筋液呢,给它吞咽下去会更好 吞咽完了以后呢,用你的两个手指,食指和中指轻轻的去夹着我们的这个正前方 就是喉解这个地方,到我们喉咙慢慢往下 一直到下面有个窝窝,叫天秃 好,再来从你的下巴往这做个三到五遍 好,有些人呢一做就红了 还有一些人做完了以后呢,红红的沙 说明你这个嗓子干的比较狠,有可能会上火 好,这个方法呢,作为我们平时来保养我们的喉咙,嗓子不舒服呢,坚持去做,效果是非常好 这节课呢,就讲到这里,大家想学习更多的养生运动,可以点你左上角,关注我,下集见,谢谢